那么2月2龙抬头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还是跟天象有关 古人将观测到的星星分成28星宿 七宿一组 东方为苍龙 南方为猪雀 西方为白虎 北方为玄武 其中东方苍龙包含了 脚 抗 低 防 心 尾 鸡 七宿 生动的勾勒出一条龙的形象 而龙抬头说的就是 每到重春卯月之初 龙脚星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就像是龙头抬了起来 龙头抬起 预示着天地转暖 雨水增多 阳气生发 万物生机盎然 播种的季节到了 所以自古以来 我们就将2月2 看作一个祈求风调雨顺 驱邪攘灾 纳翔转运的日子 全国各地也有不同的祈福方式 可以剃龙头 也就是理发 可以采龙气 在这天日出之时 面向东方大口深吸气 可以吃龙食 春饼是龙鳞 面条是龙须 饺子是龙耳 馄饨是龙眼 有的地方还放龙灯 起龙船 祭龙神等等 总而言之 2月2是个好日子 本顾也是龙顶 在那边